創意比赛尽在运通 在干嘛 家里好好地思考 怎么样让观众赚到大钱 然后感冒完全治好了 那这一次有赖于一位高雄的孙小姐 她拿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寄来台北你知道吗 看起来有点像软糖 可是含起来是那种枇杷的味道 然后就是那种枇杷糖 可是因为太好吃了 我就把它当糖果吃了 瞬间那半包就有客光了 其实不是在这喉嚨很好吃 很有趣的 我是台北熟没办法 第一次吃到高雄的特产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药 那我们是把它当成是这个观众朋友们的爱心 真的有效谢谢你 孙小姐 那么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应该看到 今天这个兴高采烈的一天 又涨了多少 57点 那我说这个操作股票就是跟 有点像是怎么讲呢 你的事业一样 你不能休息的啦 传统的这个分析方法 尤其老一辈的 这个投资人会这样教你嘛 我做台股二十几年啊 然后就是开始一老卖老 话家长哦 你一定看过这种人哦 里长佛那边 这边泡老人查的 不然就是证券公司VIP里面还是什么 也许是经过VIP假装刚出来 或是干嘛 不知道 就有人那边解牌嘛 解了这个口莫非 做股票 就是要等机会 有机会再出手 平常呢 不要乱出手 听起来好像跟真的一样哦 你也信过对不对 乱讲一通 听那胡说八道 老师你怎么这样批评人家 那我跟各位讲嘛 我讲真的啊 过去八年 你遇过机会吗 你要不要跟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机会来再出手 机会长什么样子 你讲得出来吗 这机会哦 机会应该是怎么讲呢 老师掉到三千点应该是机会吧 当然是啊 会跌到三千吗 不会啊 那老师四千点可以吗 可以啊 这八年来有四千吗 没有啊 人一辈子能活几年 兄弟们我们来算一下好不好 八十岁不错吧 你八十岁来做股票也不用做了 八十岁就是抱抱孙子 寒衣弄孙 对不对 七十几岁做股票好不好 是不错啦 但是游山玩水不是更好吗 七十几岁应该是花钱的年纪啊 看看山看看水 六十几岁做股票好不好 还不错 我说的是一个机会好 那我问你啊 你的机会一等等了八年 你的黄金时期在这辈子也不过就二十年 你跟我说你等好机会你等了八年 乱讲一通 所以我大胆讲这句话 叫做什么 胡说八道 什么叫做机会来再出手 我告诉你哦 你问我这话 每天都是机会 哪有一天不是机会的你告诉我 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 等机会来再出手 原因很简单 老派的嘛 那都已经过气了啊 对不对 你动不动就是 不然你有没有听过什么 传说中的控盘手 控盘手 台股有控盘手 有哦 老师啊 你看那个低点在哪里 点到一下 画起来 那个高点在哪里 我问你一件事 台积电跟大力光在外资的手里 台湾谁有这个胆识 告诉我你是控盘手 你怎么控啊 大哥啊 你怎么控啊 台积电在外资手里 他开高就是大涨 他开地就是大跌 你怎么控啊 拜托你有点常识好不好 对不对 你要信你也信一个比较有逻辑的 还真的有人信哦 我告诉你 三十年前对的 有人跟你讲价量 价量要配合 价长量增价跌量缩 那你就问一下这个老师啊 报告老师请问一下 每天都六七百亿 何未增何未缩 说不出来了吧 结论是什么 这一些老前辈教你的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麻烦你赶快丢到垃圾桶 不要害死你自己 台湾早就变了 没有所谓的价量 每天都六七百亿 你哪来的量 你告诉我 你看量干嘛 你看量还不如去拆名牌 对不对 拆名牌不如去牵乐透 所以我跟各位讲 随着时代的眼镜 江山带有才能出啊 适应这个行情的 你就是下一代的英雄 如果你还是拿那种过去老一辈的什么 价量啦 长虹啦 永远数不完的浪啊 因为每一浪都长一样啊 你看现在这个指数都不会动啊 没有浪啊 现在没有浪也没有量 你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句话 完全都是个股 对不对 所以你再次肯定啊 当初我讲的周周的十万 如今看起来 我是不是很有远见 我很有远见吧 你跌不下去涨不上来 跌不下去涨不上来 我们就是每个礼拜 抓那一档 刚刚转强的股票 找那个族群就完成 其他的量不要管它啦 真的啦 不要管它啦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未来如果永远都是六七百 你怎么办 只有一件事要做 每天都是开工日 像今天呢 开工日啊 可是老师这成交量只有几百亿 那不关你的事啊 真的那不关你的事啊 你今天要做的动作只有一个嘛 刚转强的族群 或是当前的主流 有没有一档股票 刚刚从底部翻上来 买进它 赚七趴 三百万 二十万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每个礼拜二十万 它叫周周二十万 一年五十二周 它叫做一千万 至于价在哪 至于量在哪 留给老头子 留给老coco 留给他们去烦恼 你解不出来的啦 看量干嘛 它永远都这样子啊 六百八百七百 六百八百七百 台湾现在已经不用看价量了 我早就跟各位预言过了 你学那个死路一条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就算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也一样有个股 逆市涨七趴 何况是上涨的过程当中 一堆股票 处处都是七趴七趴再七趴 七趴有什么用处 三百万的资金 七趴叫做多少 二十万 每个礼拜 你什么都不用做 找一档股票七趴 难道你做不到吗 一定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 金钱道的风格 强调一个重点 我们不用去扛那种 已经大涨十倍的股票 神话它没意义 我们要干嘛 找刚刚转强的族群 七趴 最容易做到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盘面上 上个礼拜的延续性来看 上个礼拜跟各位追踪的股票 我们把盘面上的现象 这礼拜我们延续 看指标股就好 如果有 找没有起涨的 如果没有呢 找刚刚转强的 这不结了吗 上礼拜 违心 我们讲法人盘的时代 它到来了 你看违心很标准 它是慢慢涨上来 这一根长红过前高 竟然可以破掉 让你停损了以后再创高 可见得呢 传统的价量分析方式 没有办法操作这种股票 你必须要趁它破坏现行的时候 大胆进场 捕风 一般投资人并不喜欢 但是呢 只要外资它一直买 天下还是它的啊 你怎么控 所以常有人跟我说它在控盘 控什么东西呢 你控什么 你去控你们家的那台车好了 控什么盘 对不对 连自己的股票做不好 控什么盘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大臣 对不对 再次证明 好 那上个礼拜追踪三档概念股 三档的指标股 只要这个礼拜 连续上个礼拜的走势不变 那么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奇葩的机会 表演给你看 文心有没有创高 有啊 再创高吗 可是我说 超市这种股票我真的没办法做 它过程当中甩得很厉害 等到你创新高的时候 你要去追 感觉也没有肉了 那你该怎么做 你要在最早的时候咬住它啊 这是釜底抽薪之计啊 你过程当中 不管再怎么做技术都没有用啊 浮理抽薪之计就是 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咬住它啊 没错吧 好那今天来看的话 当然多了滴润模组 多了滴润的制造 多了滴润的通路 商城上来当然我们看到 威刚是线索上 原因在哪里 很显然 它位阶比较低 你如果跟雨瞻比起来 因为雨瞻就已经长太多了 雨瞻已经长太久了 你从雨瞻来看 你看它今天没有轰上去 并不代表它比较弱 原因只是在于怎么样 它长的时间比较久 对不对 它已经从第一档十五块上来到这里了 快两倍了喔 所以呢我们来看到 强弱是要看谁能够创新高 真正最强的是谁 点续 它才是这一波 涨最早 涨最久 涨最多 我们持续跟各位一直追踪的 那今天再来创一个新高 我们来看到 那浦峰呢 也是在创新高 对不对 那大臣呢 一样在创新高 那这说明了一件事啊 郑文老师今天盘面上 有没有股票 有7%的空间 一大堆 不但是一大堆 而且这些根本上个礼拜就已经放水 什么叫放水 人家已经摆明跟你讲主流在这边 节目看到这边为止 回想今天早上 我们最后不用太久啊 四个小时以前 你有没有机会赚到20万 有 有啊 对不对 六个小时以前 对不对 今天中午嘛 有没有机会 有啊 那对于今天晚上这个 七点半才看到的朋友 十个小时以前 有没有机会 有啊 我的三个时段 提醒你们回想今天 六个小时以前 七个小时以前 九个小时以前 你都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 今天早上在盘中绝对有机会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主流是上个礼拜就已经出来了 盘式的结构也是上个礼拜就已经出来了 今天只是延续盘而已 那你如果说还有这个时间 拿这个美国时间去研究什么 汇率利率啦 夜轮啦 脱不脱欧啊 那我就说真的 你真的浪费生命 这些东西我说过了 像我们这些几个好朋友 他们也会研究 他们什么时候研究 他们赚到20万以后才开始研究 就像你家庭作业先写完了 我让你做课外读物 OK 你考试都还没过关 你告诉我你要去研究课外书籍 可是老师不太合理吧 你这比喻好像不太对耶 我研究国际财经好像是我的本科啊 我做股票不是应该研究这些吗 你答对了 你该研究啊 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研究脱不脱的机率 研究完了以后 就算你笃定一定留在欧盟当中的 英国 我问你哦 你应该买什么股票 一秒钟之前回答我 报道老师我回答不出来 废话 那表示你研究的东西跟你操作无关啊 你的操作只有一件事跟有关嘛 该买什么 对不起 除非你研究欧盟这件事情 你笃定英国一定留欧 如果他留欧有一档股票 稳赚不赔 当然值得你花非常多的心思去研究 那我们就说不要说稳赚好了 只要你联动的机率有到八成 只要你英国留在欧盟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机率预估 这样股票一定会涨 它绝对值得你研究 有吗 没有嘛 就算有 你说得出来吗 那不结了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来看喔 行情都已经告诉你 大宗食品为主流 现在问题出来了 我刚刚已经提示你喔 微薪赚不到钱 我说微薪已经涨上来了 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该追 一追他就拉毁整理好久 扶你收心之计跟我讲一次 底部咬住他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 把这件事情再想一次 大成涨翻 我们看到捕风涨翻 有没有一档养鸡的股票 还在底部 真的有 怎么会没有 台湾处处是机会啊 所以我们有没有进场 毫不客气 这就是今天我的动作 这是微薪盘 没错嘛 但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定买得到 我常跟各位讲一件事喔 我喜欢买在平盘附近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喔 每一个时代针对不同的环境 你要发展出自己的操作哲学 现在成交年七百亿八百亿都没有 你去跟人家追涨停 你不觉得你很冒险吗 你去追涨停 你不觉得你在刀口舔血吗 你不觉得最近股票涨停很不容易锁住吗 为什么 钱不够啊 市场钱不够啊 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你还去锁涨停 你涨停你也在跟人家追 老师我追涨停 以前我追涨停隔天都会开高 你现在喔 你去追涨停 姑且不论你开不开高啊 假设你10点左右去追涨停 11点打开下来先杀你3% 你不用等到明天你今天现赔3% 你来这边追涨停 所以我说 针对不同的世代 你要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架构模组 我就是这么做 以前我认为对的东西 我说买最强那一支 买最先锁上涨停那一支 我现在改了 为什么改了 因为现在的行情叫做六七百亿 以前的行情叫做一千六百亿 中间差了足足一千亿 你的做法会不会变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老前辈教你们的东西是对的 他没有骗你 可是这些人没有发现到 台湾已经变了 你不能再拿10年20年前那一招 用在现在的盘式当中 你在股市超过20年的 这个盘对你来说有多难做 你心之度你 因为你学的招式全部都屁用 没有用啊 现在的招式都是新招 就像我当时啊 毒牌众议叫你不要再看价量 不要再管大盘 指数管他去死丢到一边 你就只要管好你的周周20万 如今看来 我的方法对不对 派案叫绝 今天早上多开心啊 你看 真的开心的那个炸鸡都飞天了 我告诉各位啊 买在平衡附近的好处在哪边呢 当你攻上掌停那一刻 假设说你100万进去 你载仓的利润可能已经有5到6万 你敢不敢流仓 你当然敢啊 在你敢流仓的情况之下 脱不脱对你来讲重不重要 就不重要了啊 它一点都不重要啊 因为行情的发动有利于你 你会变成赚更多 不利于你 你顶多变成小赚或甚至于没赚而已 你把它出掉就没事了啊 所以呢回头来看 我们说 当这些所谓的食品股 尤其是养鸡的 鸡饲料 鸡肉股大涨 因为现在鸡跟猪都在涨 你能不能够找到一档再低档的股票 当然有啊 我告诉你哦 这家养鸡场 它不但是在这个低基期当中刚刚转强 而且呢去年的EPS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 比捕风还要高啊 重点是怎么样 诶 请注意哦 蔡总统说南境政策 有没有养鸡场 是布局在东南亚的 我告诉你 不用深耕东南亚 为什么 这家公司它本来就在东南亚 总部设在新加坡 它养鸡场在哪里 马来西亚 我的妈呀 股价低档 获利高于补风 不但是受机的现在第一题材 股价在低档还没有动 而且还是重点在南境政策当中的第一概念股 哦 这个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 涨停算刚好 不涨太可惜 呵呵 所以你要跟对人 对不对 你看我都不会跟你 滑重取丑 实在 真的最重要啊 全新的一周 从来不叫你追高 平盘买进 刚刚好 请你注意哦 全新的一周即将展开 最好的方法 现在的盘面 都是所谓的法人盘长股 你说中途不好切入 老师我现在不敢买维新 我也不敢大臣 我也不敢买普风 很简单 你就从现在的主流股当中 找一档底部刚刚开始的 可是老师我找不到 所以你要打电话进来 我来帮你找 先听到广告 稍后一下要再回来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嘴起听 請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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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洞 海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明镜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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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股的話就是蹦蹦蹦三根上去就賺很多 可是現在的市場不會讓你這麼好過 它會折磨你 蹂躏你 左刷右洗 就算是一檔非常強的股票 它也會這樣子盤盤盤刷刷刷 洗洗洗慢慢上去 那這檔股票我們說最好的時間點在哪邊 在這裡或是在這裡 起漲點咬住它 上來你就不好做了啦 你一定是在那種起漲的地方咬住它 你才會好做 因為成本低 所以我會為什麼這麼重視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你知道 一個主流的族群 你要去找一檔全新的從底部養住它 你看一檔股票來講 縱使是它漲一個波段上來 假設你沒有出 你也可以完成週週二十 為什麼你看六根紅棒出來 一根如果代表二十的話 一波段漲上來 我們說只要你在一個月之內 能夠拉出這樣的波段 一個月大概頂多五個禮拜 其實你也等同於完成週週二十 所以我們來看到 越來越多這種盤漲的股票 這可能為了變成主流型態 都是盤漲 盤上來有沒有 你短線做不贏 它都刷你 你一追它掉下來 你追漲停的最傻 最容易被人家吃虧 共開了 你看這種自身科 這一檔很有故事喔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做PDK 最早Posh先做的 PDK 進彎的時候會退檔那種 拉轉速那種PDK PDK是一種全新時代的自排模式 它其實是手排 但是它變成自動的手排 也成為新一代的自排了 以後我再慢慢跟各位講 很有趣的故事喔 那這躍躍喔 你看喔 今天的主流都是 都是這樣子的型 慢慢盤 你很少看到那種 直接一路往上噴噴噴 所以你該怎麼做呢 我告訴各位很簡單 主流族群呢 你從第一檔的時候咬住它 不要放 那你如果說這些股票 你還沒有賺到怎麼辦 下一檔你咬住 對不對 我講的對吧 每一天都是新的開始 現在就開始定下你的目標 從我們今天做的動作當中 你一定信心十足 全新一週從底部開始 這一次的週週二十萬喔 進入全新的一個世代 那因應現在盤面的一個主流狀態 因為都六七百億嘛 所以呢 我們會讓你從底部開始 從底部就咬住它 更容易達成你的週週二十萬 明天這檔股票 全新的個股 九點半之前 準時進場 好好把握你的機會 我們明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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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fl�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预分猪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猪 五分猪 好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北都TypeNet 超值一位双小号 新时代光纤标榜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上盒 0809-096-111 0809-096-111 现实优惠 先抢心灵 TypeNet YourNet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材